泽连司机表示不会为潜在和平协议而割让领土 拜登表示不会为击落气球而向中国道歉 特斯拉因权自驾功能存在安全疑虑 宣布召回美国余36万辆车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3年2月17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尹悦 乌克兰总统泽连司机说 乌克兰不会为了与俄罗斯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 而放弃任何乌克兰领土 而且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谈判 因为没有了信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一周年之际 泽连司机警告 向俄罗斯割让领土意味着让俄军可以不断回来 而西方提供的武器将能更快带来和平 他确信在乌军发动反攻之前 仍有能力继续抵抗俄军的攻势 但他也再次呼吁西方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在美中紧张局势升高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他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中国气球事件 他强调会下令击落任何威胁美国民众安全的物件 因此自己不会为事件致歉 中国气球1月抵入侵美国领空后 美军依照拜登的命令于2月4日将它击落 并以打捞起仪式中国间谍气球的主要电子设备 包括可能用于情报收集的关键传感器 对此中国外交部早前称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个意外及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 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 拜登重申将与中国持续接触 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自驾功能引发安全疑虑 美国交通安全监管单位昨日表示 特斯拉正造回在美国的 逾36万辆配备FSD Beta版软件的汽车 该批车辆因配备全自动辅助驾驶测试软件 恐导致车祸发生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消息指出 FSD Beta功能在路上速线出现变化时 无法让汽车做出适当反应 从而导致车祸 特斯拉指出将在未来几周通过更新软件 来解决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下周见